最后冲刺 只剩名额五个 维时心理学 法相宗 全新时尚魅力 圣玄师傅敬邀参加 每周日九点到十二点 法相宗课程 工艺免费 AI时代就是意识时代 掌握意识 掌握时代命脉 课程与AI类意识 结合教学 有趣 实用迫切需要 第七届假日佛学院 本周六 六月二十九日 报名截止 七月七日 全新开课 上课地点 台北市杭州南路 六十三号六楼之一 佛陀交易基金会 欢迎您 二十五楼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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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A是 Sundays 六楼之一 二十五年 我跟大家秋杀 枪为 Class Location 6th Floor 1 No. 63 潘州 沙州 台北 City Buddha Educational Foundation Welcome to you 好 來 眾生罪不見佛土炎淨 這是今天的主題 眾生罪不見佛土炎淨 來 1 2 3 GO 你不用想 我發現你們每次這個直覺示威你都還在想 你想的都變成二元對立 好 來 1 2 3 GO 葉雅湘今天是第一個搶答的 對吧 對 是有進步 非常好 葉雅湘真的這一次回來是有進步 來 1 2 3 GO 好 潘露娃 潘露娃你要加油 你什麼都要去參與 你不要想 我現在生病了 所以我沒有能量 你去做了就有能量 對吧 Hongorang Chajara 法師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是蔣露娃 試著來分享 第一個從標題就想到 跟上個禮拜很像 心靜則佛土靜 那同樣啦 眾生罪 就代表你眾生有了負能量 你自然就沒有辦法去彰顯 那個你佛圖新的那個清淨 這是我直接想到跟上個禮拜的 有連結起來這樣子 圖形你都沒有講 好 所以你們要解釋 這個圖 幫我講一下好了 那個月亮 譬如說這個就是眾生罪白 如果這個女生她立即在這個現象界上面 你有想要想要有一個什麼東西在你的心 在你的心上面執著於這個點 那你就沒有辦法見到 你就是還是有那個牽掛的東西 好 OK 好 再來繼續 One two three go 廖備軍 這個很容易 這個沒有對跟錯 就是訓練自己的思維 是很很直接了當的 好 來 嗯 師父各位同學 鳳阿娥讓我聽一下 非常好 廖備軍試著分享 好 我說 看到的 我可能是瞎掰啦 反正就是 就是 我想說她耳朵這麼長是不是道聽途說 比較多 哦 道聽途說 OK 然後她坐在那個月亮上面 我想說之前我們在上課 會感覺好像月亮就是那個彼岸 對 親近的彼岸 對 然後她已經坐在這個彼岸了 那為什麼她還 就是 不見佛土嚴盡 啊 我就聯想想說 是不是那耳朵很長道聽途說 這是我自己瞎掰的 讚不讚 給她掌聲鼓勵 對 對 是 這是一個視角嘛 沒有對與錯 對 我相信沒有沒有別人 呃 會想那個 對 不可能 非常好 許里悅你要不要發表高見 阿彌陀佛怎麼教你啊 7月7號要開學了 你知道嗎 為時啊 你有報名耶 對啊 是啊 對 你一定要積極參與好不好 對 我們本班都是特別歡迎你的 對 是 是 你們要不要參加 禮拜天早上 他們兩個都有參加 對 你們兩個也可以來參加 欸 貴寶店禮拜天有上班嗎 沒有上班 喔 好 禮拜天休假 禮拜天休假 呃 我現在如果知道這個訊息 如果可以的話 可能就是 就是跑來吧 應該是這麼講 對 因為我們現在等於是 就是少一個員工 然後變成我只能禮拜天 處理我的事情 然後現在因為禮拜天 我會就是還要去看我母親 喔 她在哪 應該這麼說 因為我 我的父母是我很小 還沒有幼稚園他們就離婚了 所以他們是各自有家 對 他們是各自有家庭 那現在年紀大 那你要看兩邊嗎 呃 我父親他身體非常好 他是他會來電你跟我泡茶聊天 然後因為 因為有時候是 就是 有各自的一個 反正就是家家有兩年的經驗 現在父母親都年紀大了 那我就趁禮拜天可以去看母親 喔 那可以啊 下課以後就可以去看了 你看師傅這麼忙啊 昨天 昨天我為了搶修這個電腦 然後就 因為半夜這電腦就 全黑了 都不工作啦 哎呀我自己在那邊搞搞搞 都不行 五點我就打電話給中先例說 哎 你有沒有什麼辦法 他在網路上搜了搜 搜半天方法都都不對 然後啊 他就說那要不然天亮的送去Dale 哇 好不容易等到九點Dale說 喔 你送來可以 可是可能要三天才會拍到你喔 他說我們都是電腦管控 然後就照拍 喔 所以我一聽這不行啦 然後我的那個高雄那個功德組 他就說趕快找一個個體戶 找個體戶比較快 個體戶比較不受那種大公司的流程嘛 找到他個體戶打電話過去 他說 哎 你兩點才能送來 我說為什麼 他說我現在在外頭幫人家修電腦啊 我說那你兩點要修到幾點 他說 我 我 我告訴你喔 我兩點不曉得能不能回得去喔 講什麼 最後講講講講 講半天他告訴我 哎 你是什麼牌啊 我說是Dale 他說喔 那我還要告訴你喔 Dale很圓的喔 他說我們不是他的特約廠商喔 我是沒有權力打開他的筆電的啊 他說我萬一把你打開了 然後我沒修好你 送我Dale去 他們不會幫你修啊 他就要恰覺你很高啦 哇 講半天都是廢話 我越聽越不對 對 我就想我趕快上台北吧 就這樣子奔波啊 哇 我舉這個例子就說 每一個人一定都有私事啊 你看像我的私事就 我也要洗衣啊 煮飯啊 什麼這些都是日常必要要做的事啊 那我什麼時候做啊 回到高雄再做嘛 我半夜我經常都是半夜在洗衣服耶 對啊 然後充分利用每一分鐘這樣子 對 所以那你看吧 那我都沒生病啦 這個人在生病啦 你們一定要看清楚 一定要看清楚 這個就叫做能量 而不是你躺在那邊睡大頭覺 睡幾個鐘頭 那是沒用的 你一定要起來工作 工作開心了你就有能量嘛 對吧 特別現在是AI時代 AI時代是意識的時代 你一定想辦法要認識意識 剛好這個課是從一開始教耶 那像像陳明玉他們都是從半路 師父一年半以前臨為壽命 去去接那個為師的課 他們都是臨時 從中間跳進去聽的 哇 霧煞煞啊 根本不知道師父在講什麼 完全的霧煞煞 完全的霧煞煞 但是 但是 現在你看他可以當霸主耶 搶達了霸主 他也有兩次霸主的機會 的紀錄 所以可見都可以訓練的 都可以訓練 你看決宣 決宣的地址 那才真是叫做不可思議 他們也沒機會來聽課對吧 沒有聽課喔 然後我也不給他們講義喔 你們都還有講義啊對吧 我從來不給他們講義耶 但是他們也要寫新的報告耶 那他們怎麼辦啊 那種訓練才真的叫訓練 他為了要求生存嘛 所以他就很早就是播出的時候 他就開始一直聽 走路他也在聽 開車也在聽 一直聽聽到非常的熟這樣 然後就寫新的報告 這個訓練 對他們來說絕對的重要 決宣這麼嚴啦 他們都不要離開 我說那你天天違規你滾好了 沒人要滾啦 你要知道 因為他知道 這個訓練的重要性 而且他自己獲益嘛 決宣很多病人耶 你要知道啊 非常多乳腺癌 就是我們的乳癌 至少有三個 然後還有憂鬱症 但是他們一個一個 那個憂鬱症那個 進來兩個月就 他本來在吃藥兩年 進來兩個月就徹底斷藥 都不用再不用再吃藥 所以一定有效一定有效 對所以歡迎廖佩君大美女 你來報名 那你你先報名嘛 因為我們報名要截止了耶 對 是可以請假啦 你知道嗎 而且這個是有有結業證書的耶 結業證書你拿到的是什麼 佛陀教育基金會 假日佛學院結業證書 報告師傅 其實我已經有看刑事例了 但是就是會很不巧 因為那個農曆那個初一十五 如果遇到禮拜天就麻煩 那沒關係啊 那沒關係啊你可以請假 他好像他允許學員請假 不曉得幾次 上次張明正有跟我講 他們四次嗎 好像不只耶 五次吧 五次吧 五次 是可以請假的啦 但是因為七月過後 那個八月我整個八月是 工作三十一天 一天都沒修的 對那你不用擔心那麼多啊 你應該起而行嘛 對嘛 你搞不好那個時候 菩薩都已經 調來一個非常好的員工給你嘛 對吧 所以你不需要現在就 就憂心了 而且我們不是要去慶見教宗嗎 對吧 慶見教宗為什麼要慶見教宗 你親近一個聖人 他的磁場嘛 摄受到 你摄受到他的磁場嘛 所以這個是 絕對的重要 絕對的重要 對是 所以也就是說 我看到你的 因緣一直在往好的方向發展嘛 對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喔我現在都沒有人手啊 我現在都沒有人 我就要做的要死要活嘛 對吧 不用不用擔心 什麼時候菩薩要給你調一個人 非常優秀的人 然後也在訓練游遠廣嘛 對吧 他很突出啊 而且他非常有智慧 他很快他可以當作 你的最佳得力助手 對吧 所以你都不用擔心 給他們尤甲掌聲鼓勵 游遠廣你要不要來 游遠廣你也來好不好 上上禮拜有一個帥哥來找我說 師傅我就是要來跟你上 我要來上課的那一個人 我說喔很好 歡迎你 他說欸 那這個課什麼時候 幾點開始我說9點 他說啊9點喔 我說要不然你認為要幾點開始 他說 我說禮拜天我都睡到10點耶 我說那你今天怎麼來了 今天你怎麼來 他說喔 是啊我快10點我才來的啊 所以形形色色的人 我要怎麼說呀對吧 所以不用擔心太多 不用擔心太多 接受訓練最重要 因為你一旦接受訓練 你就會發現你的能量強大起來了 對要從這個角度開始 對 是 好 只講一個人而已 兩個人哪 還有 楊宗憲有講嗎 師父各位師兄 對 我看到這個月亮我是想到終極本質 那我看到這個女郎 她拿著一個東西很像燈籠在找東西 但是我覺得 好像她好像在向外尋找什麼 但是其實終極本質就在她的腳下這樣子 喔 OK OK 好 這是我的直覺這樣 對 OK 好非常好 直覺都沒有對跟錯 還有人嗎 還有人要分享嗎 因為時間比較緊張 師父來講喔 你看 一個人他坐在終極本質上 因為我們就用月亮來當作 這是佛教慣用的比喻 就是月亮就是終極本質 這個人已經都到了 終極本質 而且你看他來到終極本質 他是用現代最先進的AI的科技方法 AI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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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吧 他上來到終極本質 他藉由科技的方法做上了 體悟了終極本質 其實他都已經到了 但是他就被這個AI所蒙蔽了 所以他不認識他 這樣可以理解嗎 所以這就是他的罪 就是他的 他的 被什麼給殘服 這一個我就是要來形容 他被科技 現代發展的科技所殘服了 所以他即便已經到了佛國淨土 他還是不認得他 就像Musk他說 第一性原理是 就是你在世間法裡頭 你要這樣做事那樣做事 要最根本的做事 其實他都大錯特錯嘛 第一性原理就是終極本質 怎麼會在現象界啊 所以你看Musk那麼優秀 到後來他去吸毒 只為了要提神對吧 好所以今天我就要鎖定這裡 那就是Musk 這就是Musk喔 我們要趕快來看Musk 因為那個明天很長 講路完我今天再饒了你好不好 今天一畫一世界也沒時間想 二畫二世界 對二畫二世界 對 我先把這一段講 這是上個禮拜的喔 這個禮拜就是眾生被業障所殘服 所以看不到佛國的嚴禁就是莊嚴清淨 看不到 清淨是什麼意思 對始終就是超越二元對立 一定是要用超越二元對立的方法 你才有可能上了月亮上了終極本質 不會被蒙蔽 對 然後依佛的智慧 佛的智慧是什麼智慧 他說依佛的智慧你才有可能去了悟這個佛土是莊嚴清淨的 那你想佛的智慧是什麼 就是超越不二中道的 超越二元對立的不二中道 那就是佛的智慧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講話試著來分享 我覺得它就是在世間法 然後事實上它的能量是很低 而且這個是說我們只有講說 喔我愛你啊謝謝你 但是問題我們很大的是來自於心 我如果講謝謝你 但是我心裡就不這麼想 只是這個別人告訴我一定要這個方法 問題是我心不甘情不悅 或者是說我就是念在嘴巴 我根本心沒有發出同樣的這個同頻共振 高頻共振說我真的很謝謝你 那發出來的力量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它的能量是很低的 要想扭轉整個逆勢是有困難的 其實太薄弱了 太薄弱了 更重要的更重要它為什麼 不可能深度的解套不可能 一定不可能 你聽師傅分析喔 它停留在膚淺處啦 就是說它的那個什麼我愛你啊什麼 是正能量而已啊 它沒有上升到高能量啊 它根本就不就不知道我愛你 然後我不愛你了 該怎麼辦啦對吧 他說他們去那邊還有學習擁抱 你學習擁抱你在家也可以學習擁抱你的小朋友嘛 你幹嘛花大錢喔而且都很貴啊 去那邊這個方法是不對的 那太薄弱了 太薄弱就是說它傳授的這些方法是 膚淺的行善還不是真正的行善 膚淺的行善對於智慧它從來沒有去碰 去碰著任何一丁點沒有 它就是從行善裡頭 行善是在正能量而已啊 200到700啊 它沒有上升到高能量啊 它沒有突破善與不善嘛 對吧 所以 好 各位同學大家好 就像這個情形 因為當時我在30歲左右 我也是在上班的時候 我花很多的錢去做這種訓練 做這種心靈成長的課 大概一個禮拜 要第一期一個禮拜 當時20幾年前8千塊至1萬塊 那第二期要15萬 也是一樣一個禮拜15萬 15萬 我那個房東他跟我講 他說多少錢啊 喔他很貴耶 很貴喔 他說他不敢講 他說非常貴 他是大老闆 還講到非常貴 像普通這種心靈成長的課 因為一來他會直接講說 這一套都是從國外引進 是從外國 外國人來台灣 然後是直接翻譯 然後問題是 我發現我的同事 因為我只是第一期 那個我發現 那時候要加班 所以我這麼浪費錢 而且我發現我上了 所以我後面 我只有第一期 繳第一期 那後面我發現我的同事 至少三四個 都繳了十幾萬 去學那一套 可是他們 我看到他們的成長 是只有 他就跟我講說 譬如說他會要你擁抱 譬如說擁抱對方 我們以前都不太可能 對一個陌生人 做這種擁抱動作 那他就是變成有點像教條式的 因為大家一起做遊戲 他就說現在擁抱 一個陌生人 然後你要跟他講 我愛你 然後肢體接觸 然後要這樣子去 拋心掏肺的愛對方 我發現我的同事 繳了十幾萬 第一個禮拜 我問他們 他們的收穫如何 他就說 不錯啊 就是你會 你會逼著自己去做一些嘗試 但是第二個禮拜 第三個禮拜 我發現根本就恢復原狀 對 而且根本沒有理論基礎 就有點像 就是沒有 我就說 那他來請我吃飯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 這個活動好不好 準則怎麼判斷 判斷的準則 第一 你必須要有道理 有理 有句 有方法嘛 對吧 你的理論基礎在哪裡 你的句 就是你的經典依據在哪裡 沒有啊 你提不出來經典依據啊 對吧 然後方法呢 對吧 所以 都不對啦 都不對 浪費錢而已 那個錢 拿去救苦救難 多重要 非常貴 十幾萬 十幾萬 對 請你看 馬斯克 艾龍馬斯克剛宣布的特斯拉智能手機被命名為Model Pi 這是真正的創新 它將改變現有的科技格局 馬斯克說出此番言論是否太過狂妄了呢 這到底是噱頭還是一場手機革命 你是什麼時候聽說的特斯拉Model Pi手機的 特斯拉智能手機科技感十足 功能強大 你覺得哪個功能最吸引你呢 許多分析家認為 這款手機將迎來一個新的技術時代 當人們第一次聽到特斯拉Model Pi手機的時候 都感到非常震撼 但是這款手機的真實性還未得到證實 目前的一切都還是未知的 艾龍馬斯克的特斯拉公司 正筹劃推出一款名為特斯拉Model Pi的智能手機 這個消息讓科技行業的每個人都很興奮 在接下來的視頻中 我們將看到特斯拉備受期待的智能手機 請大家一定看到最後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期的科技啟示录 別忘記點贊和訂閱 以便獲得更多關於特斯拉、SpaceX、星鏈衛星等 與艾龍馬斯克有關的更多科技資訊的更新 從2022年開始 艾龍馬斯克無疑是地球上最受關注的人 實際上 特斯拉從一家初撞公司 發展成為世界首屈一指的電動汽車製造商巨頭 值得我們每一個人的欣佩與掌聲 有人認為艾龍馬斯克可以完成任何他下定決心要做的事情 這位科技狂人甚至考慮過在火星上建設人類居住地 事實上 馬斯克以及他的團隊的科技研發 和獨一無二的高科技產品 經常使我們瞠目皆舌 所以當他的公司定期發布新產品時 我們開始期待更多 目前馬斯克正在籌備研發一款全新的手機產品 它具有一項其他手機廠商沒有的優勢 那就是馬斯克公司的綜合科技力量 他甚至聲稱 進軍並在智能手機市場 占有一席之地 對他來說不是一個大問題 有網絡傳言稱 他和他的特斯拉公司 正在準備推出他們的特斯拉Model Pi手機 並聲稱 此款手機會是手機領域的一匹黑馬 整個世界都在期待著 想知道馬斯克的特斯拉Model Pi手機 到底包含了哪些特殊配置 鑒於他既往的偉大科技成就 例如可重複使用的火箭和自動駕駛技術等 馬斯克會在他的智能手機中融入哪些功能 使其在競爭機類的市場中脫穎而出呢 分析家們預測 特斯拉Model Pi手機的上市 將會給其他競爭對手帶來衝擊 智能手機市場的遊戲規則也因此會被改變 特斯拉Model Pi手機 看起來就像科幻電影中的高科技產品 擁有很多未來主義元素 這一切都太吸引人了 目前我們還沒有太多的官方信息 但網絡傳言已經給了我們足夠的想像空間 特斯拉手機確實足夠瘋狂 是對手機領域的一次顛覆 Model Pi手機外殼有一層獨特的圖層 因此手機可以能夠根據環境改變顏色 這是不是很另類 你的黃色手機可能在雨中瞬間變成黑色 根據介紹這款Model Pi手機 背面將帶有太陽能充電板 能隨時隨地在陽光下直接充電 真是超級不可思議 同時又非常環保 這款Model Pi手機可以充當你的特斯拉汽車遙控器 由於手機的內置功能和與汽車操作相連接 所以你無需手動操作就能駕駛汽車 此外Model Pi手機的高清攝像頭 將是它的另一個亮點 它有四個後置攝像頭和一個強大的前置攝像頭 它甚至能夠捕捉到銀河系的清晰照片 這款手機據說還有神經連接功能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你可以在火星上使用它 這款手機將是第一個公共衛星電話 同時也可以獲取加密貨幣 在一個單一的手機中 結合了所有這些綜合功能 似乎是不可想像的 但正如前面提到的 埃隆馬斯克有能力做任何事情 然而我們看了此款手機的介紹後 你肯定已經感覺到Model Pi手機其實只是一個概念機 可能會在幾年後實現 但現在並不可行 以目前的技術來看 特斯拉手機不太可能在2022年面試 鑒於目前關於特斯拉手機的各種傳聞 大多數人預測它將在2030年發布 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謎 尤其是馬斯克本人在推特上表示 研發電子設備甚至手機都是徒勞的 用它自己的話說 這兩種技術形式都是過時的技術 特斯拉Model Pi手機 可以在火星上使用的說法更令人生疑 現在登陸火星都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況且開發一個可以在火星上使用的手機 需要首先在火星上測試 這是不可行的 這款超級智能手機的很多功能 目前來看都是遙不可及的 此外 將任何設備與人腦連接起來的神經連接技術 更是難以實現 神經連接都還沒有在人類身上實現 如何將其整合到特斯拉手機中呢 這難道不是完全出乎意料和難以置信的事情嗎 這款手機的一系列看起來很棒的尖端功能 將需要幾十年的時間才能成為現實 然後把它們整合到一個小小的手機中 很可能還需要十年 而實現這一頂級科技畅想的關鍵問題 是埃隆瓦斯克是否能在短期內成功打入智能手機市場 這個世界首富總是遵循創新的業務路線 如果他們創造一個智能手機 並進去智能手機行業 他們不一定能占到多大便宜 因為蘋果手機已經是這個不斷更新的行業中 一個成熟的品牌 即使蘋果公司最近在智能手機領域表現不佳 特斯拉的智能手機也不一定能夠在智能手機市場有很大勝算 因此特斯拉Model Pi手機的問世 可能仍然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特斯拉手機的所有高科技功能 基本上是馬斯克正在研究的所有科技的匯索 簡單的說 似乎有人遇見了特斯拉手機會是什麼樣子的 考慮到埃隆馬斯克將是Model Pi的創始人 似乎有人也在不斷猜想 特斯拉手機會有什麼配置 最後特斯拉Model Pi手機其實只是一個研發計劃 而這個所謂的全新手機已經讓大眾興奮不已 並不排除特斯拉在未來二三十年內 會通過合作開發這種手機的可能性 但目前特斯拉只專注於發明新的電動汽車 特斯拉手機在不久的將來在手機行業大展身手 目前還不能實現 你覺得特斯拉Model Pi手機怎麼樣呢 你期待特斯拉手機快點面試嗎 請在評論區告訴我們 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 請點贊訂閱分享 科技啟示錄下期再見 師傅還有各位師兄 歐來歐揚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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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揚 然後 你現在已經離開了 然後 就是說 我覺得他真的很敢做夢 帶著全人類做夢 對 然後很敢突破 可是他很成功啊 譬如說 我認為他最成功的就是火箭 火箭那個發射到火星 然後還可以重複使用 這個就不可思議啊 對吧 在他以前沒有人這樣子 而且他又是成功了嘛 對吧 這個手機我相信他會成功 對 好 來 講話 對 同學大家好 我是講話試著來分享 我覺得馬斯克事實上他的發展 有切到意識的發展 你看他一定從 連接 他的腦機接口 先發明了以後 現在是 將來的手機 因為就是延續的腦機接口 用腦的力量 用意識的力量去控制他 所以我覺得這一切都是可行的 跟整個脈絡一直在往這個意識 所以法師才講說 現在是一個意識的時代 很明顯的 我覺得百分之百 他是將來 而且這個Apple 因為沒有碰觸到意識這一代 這一塊 目前的所有的產品 沒有一個產品碰觸到意識 對 所以他這個產品如果開發成功 真的是很少所有 所以目前沒有碰到意識這一塊 對 所以我覺得 我光看這個 我覺得跟馬斯克 在這幾年的運作 是同一個連線 他並沒有斷層 這整個發展是有接續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我這樣看 我覺得是百分之百 我預祝他 希望他成功 所以我們熱烈掌聲獻給Mask 希望他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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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師現在在講說 這是一個意識的時代 對 很清楚的知道 因為馬斯克就切進去這一塊 對 而我們只是不曉得 原來法師的課 已經超前了這麼多 對 也是切到意識 切到意識 對 切到意識 來 師父各位師兄 忘了用喬休的 第一次楊宗健師的分享 我看這個影片的感覺 就是他一直在 他的思維是超前的 對 就很多這種 我們以前沒有辦法想像 他可以結合在一起的東西 比如說像衛星 他全都串起來了 對 衛星 對 還有太陽能充電 對 對吧 他可以把一些東西給 師父講的 比如說跨領域的 跨領域的 充分容設 在一起 對 所以這樣就可以充分展現 出他的力量出來 對 是 還有嗎 那個 遊圓廣好不好 我們熱烈掌聲 邀請遊圓廣 來為我們 他上一次有講 我們也是在看AI 他給了一個點睛的點評 哇太棒了 來 AI主播 對 日本的AI主播 對 來 麥克風 在 麥克風在誰哪 師父大家好 我其實不知道要從哪個角度開始講 好 你的每一個角度都很帥 其實真的要說就是光看影片來說 這其實有點偏向天馬行空 對 Mask的人就是這樣天馬行空 他剛剛 他那個成品出來以前 他絕對的天馬行空 譬如自駕 他也是天馬行空 那時候人家也不認為 他也是天馬行空 自駕可行 那自駕撞到人 該怎麼辦 對吧 可是他後來還是推出了自駕 對吧 因為他如果他這個手機 他要推成的話 他第一個 第一個最大的功能 應該就是如何 他跟他的Mondel 特斯拉的電動車做和連結 這是第一個 但是應該不太可能會說 以 那種所謂的人腦神經感測這種東西 而是會例如像蘋果 用Series這種方式去操作 對好 所以這是很好的一點 但是他有講 現在 就是他的產品出來的話 像Apple那些 通通都變成落伍了 可能你沒有看到Mask 他有做腦機接口 就是他有一個產品 是試圖要幫助高位癱瘓 譬如說肩膀癱瘓 因為中風肩膀癱瘓 或腦神經癱瘓的這些人 可以不用開刀 就是用意識來控制 那他就是在腦殼上 腦的皮質區這邊挖一個 差不多5塊錢銅板大的口 然後不用住院這樣麻醉 然後把3000多個Electro 那個電極線都很細都很細 塞在這裡 然後就可以控制 控制幫助那個病人 來解決他的癱瘓的問題 所以他是很注意這個意識 從這個Electro裡頭去擷取你的腦波裡頭的意識 信號 因為其實馬斯克他在講這件事情 其實他還有一個最大的技術 就要突出 第一個就是台灣的晶片問題 晶片的問題你要先有進步到那個時候 你到時候你手機才有辦法做到這件事情 對對對 第二個問題是 也就是說 在手機可以做到這件事情的情況下 你就是說 我們現在一直在常講 你的VR技術已經有突破到那個時候了 對 你的VR技術有突破到說 你人類的腦可以做到完全意識去前行這種事情 你跟神經這種所謂腦波控制的事情 才會得以實現 所以VR的技術要先進步到 有辦法說讓人腦做為完全淺行的這件事情 可以做到以後 才可以做到神經感測這件事情 但是他的腦機接口是已經進入人體試驗了 我們看那個影片 可能是兩年前看的影片 那個時候已經成型了 但是還沒有推進到人體的試驗 是豬啊 豬汁 他給他豬挖了那個洞 然後給他控制 就是我剛剛講那個理論 然後控制豬 他是覺得這個可行 所以慢慢的像FDA 來FDA去申請人體的試驗 所以他為什麼對他現在這個 這個Model Pi手機這麼的有信心 就是因為腦機接口已經進入了人體試驗了嘛 所以他才會說那些晶片啊 那些像Apple的電腦啊 那個手機啊 小米的手機那些 通通會變成過去了 就是他這一套出來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來發展這個手機 是這樣子 對 所以我們看到遊園廣他的那個 他的 是 他的那個各方面領域的那個知識 是非常成熟的對不對 都遠遠超過我們 對 好 我有聯想到法師的那個封面圖啊 對 法師不是有兩個大角嗎 對 事實上那個也可以講 要我想像說那個也是也有可能不用直進去 對 而是你帶一個什麼氣 把你的意識的能量發出來 對 你甚至就可以控制那個太陽還是什麼 火星啊 對 那Mask現在就是在現象界非常的強 他用現在已經知道用意識的力量 知道人有這個意識這個念力啊 這個是有很大的能量 能夠做很多事情 對 他那個手機 其實概念的手機取名叫Model Pi Pi是這個 數學那個Pi 是無限的 他是圓周的 他為什麼要取這個名字 就是 其實他是有深意的 來向世人傳達 我這一款手機就是Pi耶 對 是 無限的 對對對 是 好 那看師傅 要請問你們什麼問題 Mask如何彰顯他的智慧 對 就是我們看到哇好興奮喔 但是可是你想想他怎麼來彰顯這個智慧 聰明跟智慧是兩回事 我只能給您這個提醒喔 因為這個是幫助你寫作嘛 我的寫作是主題 AI時代終極本質就是終極真理對比現象界 好第二點Mask的創新概念 為何永遠灌溉群雄 為什麼 為什麼 Mask經驗產品的問世 為何總是慢半拍 他都是概念推在最前面嘛 就像腦機接口也是推出來好多年了 到現在 他本來是講 2020年推出 他本來說2022要問世 結果到今年2022是沒有 這是我說的 為什麼他會慢半拍這樣子 好不好 好的 各位同學 我們剛剛 觀賞了一部最先進的這個 人工智慧的展現 那就是來自Mask的概念 即Model Pi 完全由意識來操控 這才真的吻合了 AI時代就是意識的時代 因此師傅設定的 新的報告第一段的寫作的主題 以AI時代終極本質來對比現象界 那有一點點聲 所以師傅要先來做一些鋪墊 為大家寫作的事前的暖身 首先師傅要談到AI時代的特色 第一點 凡是求高效 求量大 以輝達為例 由原始的H100 H200 非快進步到B300 現在是GB300已經問世了 處理的速度以及量 得到全面的改善 第二個特色 凡事都可以虛擬 由類神經網路發展到 Omniverse機器人的平台 今兒又發展到 虛擬的地球平台 AI時代大小事都可以來虛擬化 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第三 憂鬱症大幅的增加 由於AI是穿越大數據而來 每一個發展都夾帶的大數據 AI是鋪天蓋地而來的 令人措手不及 做而優著發展成為 憂鬱症 再來 有一種新的病已經爆發了 叫做錯失恐懼症 應運而生 錯失恐懼症 Feel of missing out 簡稱FOMO 也就是也稱為社群恐懼症 他的意思是指向 因為AI發展過快了 讀者生怕自己不在 那個社群裡頭 會錯失了重大的學習機會 或者是時代的意義 所以 從以上的分析 我們必須要認識 解套科技的迷失是絕對必要的 第一個 學習跨界融合interfusion 這一個概念用以對峙負 優襲等對立面的吊詭 我人的肉身活在三維空間要學習 學習什麼呢 學習允許宇宙萬象千差萬別象的存在 換句話說 學習超越有相無相嘛對吧 貧富生死的對立矛盾 第二培養跨文化意識的素養 科技只是宇宙萬象中的一環 我人應該要學習 從靈修內在發展的靈性兼性 inter-spirituality的交流 進入不同科技 不同宗教文化傳統的交流 有利於個體與社會整體的發展 第三點 要進入對話的意識 因為單一領域的思維和價值的取向 必定會遇到張力和衝突 必須要通過跨領域的對話 才能夠解決問題 處理分歧 接下來師傅要做出這個中論 就是我們期待機器人的終極覺悟 明天的科技在今天已經發展出來了 所以人類要趕上該怎麼辦 Mask最近推出由意識操控的Model Pi手機 這個概念遠遠的超過了目前最夯的晶片所推動的CPU GPU TPU NPU等等 因為Mask的多項產品 例如腦機接口等直擊AI時代 就是意識的時代的關鍵核心要點 意識的誕生是無遠 它的延伸使用是無遠佛界的 絕對不是高速發展的晶片所能契機 換句話說 兩個是完全不同的發展概念在拼未來 一個是直接用意識來操控 一個是用高速的晶片在操控 您覺得哪一個會贏呢 所以時務做出中論 我人應該深入探討意識的起源 形成弱點、功能、分類等 真正讓機器人達到德國哲學家 Nitsche 就是Nitsche他的要求 參透為何 方能迎接如何 He who had a why to live for can bear almost any heart 意思就是說 我們知道為何 才能夠產生各種不同方法的如何解套 如果能夠如此圓滿 機器人不只有注意現象界種種需求的完善 更重要的是 它可以幫助人類省思生命存在的意義 不只直擊解套心理疾病 更有勝者 我人應該幫助非情眾生的機器人 所謂非情眾生就是他沒有意識 機器人的意識都是我人 藉由數學模式所創造給他的 所以藉由機器人的發展 我人是有情眾生 有義務幫助非情眾生 也能夠幫助他升華他的思維 最終引導他邁向終極了覺悟 這樣我們發展機器人 AI機器人才有真正生命存在的意義 好 接下來失誤要回歸到下面一個環節 今天的那個我特別的短喔 明相解說我只有一個而已 大字在天 大字在天的中文翻成華西守羅 然後摩西施法羅 你看他這個是用凡文翻過來的 摩赫戈羅 伊捨那天 這個你不用背 這一個建議你記住 師婆神 因為以後會常常用到他 師婆神就是大字在天 他是婆羅門教以及佛教 共同尊奉的父法之一 佛教主張他這個神就是師婆神 他所居住的那個天就叫色究竟天 是色界 我們是玉界嘛 玉界色界再上去是無色界 色就是物之 所以在色界天他還是有物質的肉體啊 物質的想像啊等等 更高的無色天就是完全的精神性的喔 好 所以大字在天還是有肉體的喔 有物質性 大黑天就是大字在天的化身喔 之一 在漢傳佛教我們就是漢傳佛教喔 大字在天 也就是師婆神被奉為二十諸天 還有二十四諸天當中的一個護法神 而他的整個聖像通常都在大雄寶殿 所以為什麼我想要介紹給大家 大字在天他就是師婆神喔 先有這個概念就可以了 然後接下來第十二講 第十二講我就講這個經文而已 就只有這一頁 然後接下來兩頁的解說 而是設立佛成佛微神做思念 若菩薩心靜則佛土靜 我世尊本是菩薩時 亦起不靜 而是佛土不靜若子 佛知其念即告知耶 於亦云和 日月起不靜耶 而盲者都不見 對曰佛也世尊 是盲者過 是盲者的過錯 非日月舊 舊就是過錯 設立佛眾生罪故 不見如來佛土言盡 你看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其實是眾生自己的問題 非如來的錯 設立佛我此土盡而如不見 他說我這片國土也很親近 你都看不到啊對吧 而時這個羅濟犯王 欲就是禁告的意思 這是破音字要念欲 第四聲 欲設立佛誤作示意 為此佛土以為不靜 所以者何 我見釋迦摩尼佛土清淨 譬如自在天宮 設立佛言 我見此土 丘陵坎坷 金吉沙利 土石珠山 然後惠惡充滿 然後羅濟犯王言 人者心有高下 你看你有高下的分別心 不依佛慧 佛慧 佛慧是意圖平等的 根本智慧嘛 故見此土為不靜 你看到不靜是因為你用分別心去看 所以你看不到諸佛的國土 菩薩與一切眾生息皆平等 身心清淨 這下面可能太常被我擋了 沒關係看翻譯 因為我這樣唸 我相信你也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對吧 當時以小乘智慧第一而聞名的是設立佛 請你注意到設立佛是小乘智慧第一 大乘智慧第一是誰啊 大乘智慧第一不就文書嗎 那你們不是很好笑嗎 小乘第一是是設立佛 對小乘因為他只停留在我空跟法空 所以那個那個有一天廖佩君問我什麼是小乘 小乘智慧第一是設立佛 他只停留在我空跟法空 大乘文書主張的是超越我空跟法空 超越一切的二元對立直入終極真理 好所以藉著世尊大會神力的護佑 然後設立佛生起了意念問世尊說 如果菩薩心很近就能夠側悟佛土的親近 那麼我世尊就是你啊 你釋迦摩尼佛身處在菩薩地 那你的心意是難道不夠親近嗎 或者是說你的佛國淨土不親近到這個地步嗎 你還有那個肉身啊 然後這樣子的話你的國土是不是根本都不親近 他問釋迦摩尼佛 世尊知其心想意念 世尊知道設立佛智慧不那麼高 他還在想歪的嘛 所以立即教導設立佛下面的意理 心意識的功能是什麼 上個禮拜我們有講 最下面第八個阿拉耶識是心 帝加莫那識是意 第六分別識是識 心意識合起來叫做統稱為心 我們講的心不是指只有第八個阿拉耶識 心意識加起來統稱為心 然後隱喻我們通常都是把終極本質 用日跟月來隱喻嘛 難道這不夠親近嗎 其實是盲者 什麼叫盲者 就是業障纏身的叫盲者啦 因為業障的一業障目 因此沒有能力來測見佛土的親近 因為他業障深重 所以他一定執著於 就像設立佛已經都小勝智慧第一了 他還在執著什麼 那你釋迦摩尼佛你還有肉身 那代表你的佛土不夠親近嘛 對不對 這就是他的執著嘛 然後再來 就這一業就沒了 設立佛又禁秉世尊說 一切都是眾生的業障所導致的過錯 而不是日月所隱喻終極本質的錯誤 所以他被釋迦摩尼佛點破了以後 他說我終於知道了一切的看不到 我不是日月的那個終極本質的錯 是我這個眾生業障太深重 被業障殘服了 世尊就禁告設立佛說 一切都是眾生的罪業 因此無力撤見佛國淨土的莊嚴與親近 他說這絕對不是如來的過錯 是眾生的業障深重 設立佛他苦苦的告訴他 我之國土 我釋迦摩尼佛雖然跟大家住在一起 但是呢我已經證悟了法身 所以我敢招的國土一定親近嘛 我之國土如此的親近 而主一樣也無力撤見 我在你面前 你看得到我的法身感召一片親近的國土嗎 你看不見啊 因為你業障還是深重的嘛 然後設立佛就說 佛啊我之國土如此親近 而主一樣也無力撤見 此時羅濟犯王禁告設立佛說 尊者尊者就是設立佛 是你自己因為有高下的分別心 所以沒有依止諸佛聖人的超越二元對立的根本智慧 因此你會誤判誤以為諸佛國不親近 設立佛啊菩薩以終極平等之心 看淡所有的眾生 這是超越二元對立 對意理通透的身心 我們講菩薩三心 哪三心 直心 身心 菩提心 菩提心 對的對的 就是秉持著諸佛的根本智慧 是超越二元對立的 因此必定能夠撤見諸佛國土的親近與莊嚴 所以你看了師傅的解釋應該就更明白了嘛對吧 好那我們就講完了咧